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addition rules of property pa union b等于pa加pb 然后pa union b等于pa加pb-pn accept b OK 为什么它的这个a union b 会有两种不同的那个equation呢 其实严格的来讲啊 对我来说其实只有一个罢了 那个是哪里一个呢 那个其实是这一个而已 你写这一个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这个你这样写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这一个呢 它其实只是for mutually exclusive的而已 所以你看它其实for mutually exclusive 它才会有这一个东西 然后可是对于 mutually exclusive的话 我用这一个equation可以吗 其实是可以的 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可以啊 因为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 mutually exclusive嘛 所以它是没有重叠的嘛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p property of a intersect b是0 所以这个变成0 所以它变成pa加pb 然后真正来讲它是pa加pb-pa intersect b 然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你看啊 我的那个a union b的情况之下 我这边有123 三个地方 所以我的a是1加2 然后b呢 是2加3 你看我要的其实是a union b是1加2加3 三个地方嘛 然后可是它1加2 2加3 我的2的部分加了两次耶 所以我要减掉2的部分 所以2的部分就是intercept的部分 所以我1加2加2加2加3 再减掉2 它这样加了再减的时候 它就只剩下123 ok 所以我们的a union b 会是等于pa加pb-intercept b ok 好 来example7这一边呢 它就有这一些 verify the additional rules of property for each of the coin combined event ok 在这一边我有这一个 setA,setB,setC ok Event number or multiple of 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样总共有5个 然后完全的是有9个 所以是5个9 然后我的这一个multiple of 5呢 它其实是a嘛 然后这个是b嘛 然后我们知道我的那个a intercept b 其实是另外的 所以我的这个是4个9加1个9 这样 所以是这个框跟这个框 然后接着它要的是什么 even number or prime number ok prine number是19 这些外面的是prine number even number是a的这一边 ok 所以它是or的情况之下呢 它 4其实也是prine number来的 所以prine number这几个是prine number来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 呃 obtaining an even number or a prime number ok 嗯 嗯 23 哦 是prine number 对对对对 哦 我弄错了 我刚刚讲的是perfect squat prine number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只可以被自己和一整出了2 3 5 7 2 3 5 7 OK so 246是双数 这个是even number 这个是prine number 这个是prine number 然后这个是multiple of five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呃 直接找完所有符合条件的有 1234567 7个 所以是790 ok 然后我的这个pa加pc 再减低intercept vsc的情况之下 490加490 再减19 这个是intercept ok 19 然后 8-17 79 所以它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example bar的时候呢 它有8张卡 456789 a是大过8 大过8的话呢 是90 11 prine number的话呢 57 11 c是双数 4680 ok 然后verify the additional rules ok by listing all the possible outcome ok a or b的之后呢 我们知道才有90 11 57 11 所以总共有5个 然后它会变成5 5 24 6 8 5 8 所以我们直接看到它是5 8 然后如果我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sample bar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sample bar 然后那个a intercept b 一个那一个p 那一个p 是一个1.8 所以它是sample bar 加3.8-1.8-5.8 OK 这个方法其实会比较麻烦 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list做符合条件的几个再出 分母 分母 几个 那个就是答案 ok 然后接着它要的是a or c a or c a or c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4.8 然后a跟c 重叠的是shed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1234566 6.8 它的答案是直接6.8 3.4 然后3.4加4.8-1.8 然后6.8也是3.4 然后b跟c的情况之下呢 我在这边 4 5 6 7 8 11 它没有重叠 所以它的这个 它的propriety of 那个b intercept c 就是等于0 所以它这个是属于mutuary exclusive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个是7.8 ok 7.8 直接来7.8 然后3.8加4.8 然后等于7.8 所以它是符合那个additional rules的